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方面,我們正積極推展《基本法》23條的本地立法工作 爭取時間,盡快履行《基本法》下面的憲制責任 我們會考慮香港社會近年的實際情況,以及我們面對的國家安全風險 例如,我們看到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分子以不同的方式去進行一些鼓吹和滲透 利用媒體、文化藝術、刊物等等日常的活動作為見識,以灌輸一些港獨的意識 全謀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在網上發佈虛假的信息 煽動對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仇恨,以及破壞一些重要的設施 例如機場、鐵路等等企圖癱瘓這個社會 香港國安法和現行本地的法例,例如刑事罪行條例下面的罪行 已經涵蓋了部分剛才提及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在推展《基本法》23條立法的時間,我們會檢視哪些行為 在香港國安法和現行的法例未必有效涵蓋,以應對上述情況和風險 以致應付最極端和千變萬法的情況 《基本法》23條的立法工作是複雜和監據的 我期望在下一屆立法會的會期,下屆的四年的會期裏 展開有關諮詢和立法工作 《阻止日記》